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出席红毯背拍,一席红群名艳动人,生徒却暴露真实腿围。 袁冰岩出席红毯背拍。 近期很多小伙伴都知道,迪奥星光派对还是相当火爆的, 现在也是有不少明星都纷纷亮相,而要说到袁冰岩这位女明星, 相信很多粉丝也是非常熟悉的。 这位女明星因为出演了琉璃爆火,而且不少粉丝觉得袁冰岩撞脸赵丽颖, 因此还有小赵丽颖的称号,但是要说这两位美女,还真的是美得各有千秋了, 也是很有韵味的。 一席红群名艳动人。 近期亮相红毯,粉丝们也是纷纷关注,袁冰岩的气质确实是相当出众了, 这五官长相也是很抗打镜头,在琉璃这部电视剧中, 饰演的朱玄姬可爱又明艳。 这次现身活动身穿一件大红色的吊带裙,气质也是相当优雅, 不少粉丝也是觉得袁冰岩还是相当美的, 这颜值虽然说撞脸赵丽颖,但是要比赵丽颖更加成熟一点。 毕竟赵丽颖的长相还是片甜美的,而袁冰岩的长相更加大气一点, 更何况袁冰岩的个子也是比较高挑,所以看起来确实是很有气质,这次现身活动被拍。 这状态也是非常好,不少粉丝也是觉得袁冰岩真的是绝了,不得不被袁冰岩的气质给圈粉了啊。 而且袁冰岩性格也是相当好,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零食给网友,也是相当可爱的一个女孩子了。 虽然现在人气非常高,但是袁冰岩还是相当敬业,也是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精彩的作品, 现在也是有很多新剧即将跟观众们见面,粉丝也是非常期待。 而这次现身活动,看袁冰岩的状态也是相当好,粉丝也是知道,在现场还是有很多媒体会拍下生涂照, 这也是非常考验明星的颜值和皮肤状态,不过袁冰岩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在这次的拍摄画面中也是能看到,袁冰岩的皮肤十分白皙,整个人也是相当欠瘦的, 粉丝也是能够看到,袁冰岩的脸上一点瑕疵都没有,确实是让人觉得十分出众。 加上这优越的天鹅景和索谷,不得不说袁冰岩的身材也是相当好了啊。 这一字间也是相当突出,所以说女明星的气质还是相当优越的,不得不让人很是羡慕了。 也是发现了袁冰岩的身材十分欠瘦,这小蛮腰更是相当突出,可见女明星大多都是相当自律的, 而且袁冰岩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确实是让人觉得很惊艳了。 这次的吊带红裙也是名艳动人,简直是非常有气质的了,不少粉丝也是觉得袁冰岩要比赵丽颖看上去更加有气场一点, 还是相当的,不过这生图却暴露了真实腿围。 但是袁冰岩的腿围并没有很纤细,看上去还是很有肉感的,这样的腿虽然看上去不是很瘦, 但是这腿还是非常匀称,也是让人觉得很健康的,还是相当有形啊。 不少粉丝也是纷纷留言表示,袁冰岩真的是太有气质了,而且这次的造型还是相当吸睛的, 粉丝也是觉得袁冰岩这次的整体状态很是不错,虽然腿唯没有别的女明星那么细。 但是整个人的身材还是相当匀称,而且这气质也是十分突出,所以说袁冰岩确实是大美女了啊。 现在也是有很多新剧将跟观众们见面,想必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乐, 你觉得袁冰岩这位女明星如何呢?欢迎留言哦。